我们开始上课 接着上节课的锐融 就是病因病激当中 你要明确的 病因来讲是了解 了解 为什么了解呢 它就这三个方面 古代来讲中医 对中医的病因 三个方面 内阴外阴不内外阴 外阴 外阴 六阴之邪 毅力之邪 毅力之邪 内阴的话是什么呢 内伤的 眼是情质老卷 不内外阴呢 意外损伤 叫意外损伤 意外损伤的话呢 追啊 堕啊 打啊 是不是 然后经刃啊 还有些重售啊 这类东西都归属于 不内外阴 这个都叫意外 啊 都叫意外 所以在病因病激当中 重点要注意到的 就是基本的病激 基本的病激 再加上病危 和它的病理因素 你就能知道 病理性质 怎么样 这个病有虚实之分 也就是说 对于基本病理和基本病激 你就能够分析出 它的病理性质 下病 它的病理性质 是本须标识之症 本须正义亏须 标识 就是邪气也识 是不是 那本须标识之症 沙作气 以标识为主 注意 是以标识为主 不是只有标识 对不对 为主的话 那你要实时想到 有邪气没有 对不对 但是 另外一点怎么样 正气也不能够忽略 对吧 而缓解气呢 以正虚为主 正虚是不是邪气容易 牵犯啊 所以在这里头 你也要看看 有没有邪实的影子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头的话呢 讲的是以他为主 不是 就只有这一下 这一点是我们学医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字眼 特别要注意的字眼 学医 医学没有绝对 但是 偶尔之间 你能知道 在某种情况之下 不能肯定什么 但是一定能排除什么 这是偶尔之间 这个 您是要记住的 还要记住的 那这个病的话呢 它发展方向 一个病是发展 邪气 肯定上了正气 对不对 肯定会上正气 而正气的话呢 是要抗邪的 他们疾病的发展 就跟他们的斗争相关 中国人的话 中国人的话 对于治疗疾病 古代的医生 怎么样啊 就是安邦治国 安邦治国要靠什么呀 靠的就是战争 靠的就是战争 这种战争就是正邪相争 正邪相争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所以 正邪相争的话呢 古代就有一句话 不为良相 便为良一 以前的相 他是要指挥作战的 他要指挥作战的 他就文相和武相之分 是吧 所以在这里头的呢 医的话呢 有怎么样啊 他也是正邪相争 正邪相争 在这里头的邪气 邪气有什么特点 就是复唐 预感演出 有两个 记住 复唐是怎么样 藏在里面的暗藏的敌人 一直都在 他既然能够暗藏 他肯定有他的特点 是不是 肯定有他的特点 预感演出 就是一定有外邪来演出 来演发内外和谐 这个时候病情发作 病情发作 正邪的话呢 是什么呀 是须不看邪 须不看邪 有邪气 发作 没有邪气的时候呢 怎么样啊 须不看邪的事 这个时候 他就是缓解 没有发作 但是呢 他又是还在疾病过程当中 是不是 只是暂时没发而已 暂时没发而已 这种邪气 可以分四个方面 气血 阴阳 气血 阴阳 但是因为脏腑的 这种特性 比如说 阳明卫 多气 多血之战 是不是 好 所以在这里的人 每个战俘 气血 阴阳 偏重 是有差异的 是有差异的 这样我们会学的 会学的 这个病 病位在肺皮肾 后期可以影响到心 可以影响到心 这八座气 是腹腹 预感 腹腹预感的话 那就是这种邪气 寒热 是不是 寒热 不同 因于寒 这种寒的话 它可以是这么两个方面 第一个邪气是寒 第二个的话呢 是什么呢 肃体为寒 肃体为寒 跟什么有关系 阳虚 是不是 阳虚 所以 肝腹和阳虚 它这个时候 痰从寒化 这就是 寒痰 所表现出来的孝症 叫冷孝 冷孝 而变因于热 或者是素体阳神 这一类 那么 它这个时候 痰从热化 痰从热化 就是 痰热 痰热 痰热的话 这个时候 所发生的孝寒 叫热孝 叫热孝 另外一个呢 它本来素体阳神 但是呢 素体有痰热 病人的话呢 这个是感谢的邪气 这就是寒邪 寒邪欲弊 怎么样 就是外面是寒 里面呢 是热 里面是热 这叫什么 含苞热 含苞热 古代也有一些 说法 叫做含苞火 是不是 含苞火 这外含内热 谈出付费 这个时刻 它就是风邪 也可以演出 风邪演出之后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有一个特点 叫做谈邪 有邪之邪 但是它能够随着风气流动 无处不当 是不是有这个特性 所以呢 在这里头 我们书本上说 还是有一个内心 就是关风邪 风邪按道理 不能毒杀人 它要兼加 什么样啊 含热 施 这一对 或者是造这一对 来伤人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说里面有邪气 怎么样 它还是 有可能会演动 而出现什么呢 叫做风唐笑 风唐笑 反复发作之后 邪气是不是一定会损伤正气 邪气是不留前面的 对不对 它对它的敌对方 会留下什么 不会 为什么 谈邪是不是阴邪 阴邪损伤的是什么 阳气 对不对 损伤的是阳气 所以这种病人的话 时间一长 阳气会损伤 正气损伤之后 正气之间 是不是一个相互支持 相互支持的话 损伤一种正气 另外一种正气 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会发生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 就叫正气虚弱 并且也在发作 叫什么 虚效 那么 学校的话呢 有另外一个特点 跟怎么样 要注意一下 就是缓解期 正气亏虚 是不是不同 一个是在发病的时候 虚症 一个是在什么呢 不发作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虚症 是不是 这是它的特点 缓解期 它是正气亏虚 正气亏虚跟什么一块呢 跟它的病位 所在的影响的丈夫 这种所影响的丈夫 废疲胜 三丈 所以它就有 废虚 脾虚 和肾虚 废虚的话 第一个 肺部不经 经为堂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废气 本身 位外不顾 怎么样 邪气容易轻扰 是不是 好 邪气容易轻扰 对于脾虚的话呢 它脾虚不孕 水是聚而为糖 尚处于肺 第二个的话呢 气血的生化无权 怎么样 它不能生化 气血不足 这受影响的是什么 土部生经 也就是什么样啊 影响到肺 是不是 土部生经 就是脾 和肺的关系 这里头 就是五弦当中的 怎么样 相生相克的关系 五弦当中的相生相克关系 这一点 是我们在 分析这个疾病 发展方向 发展方向 也就是现在 有一个概念 叫做治胃病 未来的胃 没有生病的胃病 那中医的一个特点 就是预防的这种概念 是贯穿于整个学科当中的 啊 贯穿于整个学科当中 这一点是它的特点 当然 这一点的话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不能够系统生化 这是它的缺陷 但是每个学医的人 每个学中医的人都知道 歇安未受歇之地 根据什么 就是五弦的相生相克 啊 胜虚的话呢 第一个 气虚不能射呢 是不是 气虚不能射呢 气虚不能射了 精髓相生啊 啊 精髓相生啊 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 费胜两虚的状态 而 胜虚之后的话呢 它胜中 有元阴和元阳 而痰为阴险 损伤阳气 所以胜阳虚衰 会导致怎么样 新阳受累 新阳一受累怎么样 君主之光 所以 很多时候 变相危重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时候 啊 在这个时期 下面的话呢 是整个一个 啊 并阴并机的 大致的 一个所以 啊 一个示意图 就是它有个素根 残在那里头 疾病 这是它的一个根本 然后呢 受到外感和内伤 这种邪气的 演出 演出之后 产生的激励 叫唐祖气道 搏击有声 出现发作 笑变的发作 啊 笑变的发作 关于一个问题呢 是什么呢 这个素根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素糖付费 怎么来的 按道理来说 你还是要找原因 这个原因 脏腹功能失调 这是它最常见的 脏腹功能失调 哪些脏腹呢 废皮胜三藏 为什么 跟糖 经液代谢 糖是什么 经液代谢为话 经液代谢一场 所以跟废皮胜三藏功能 有关系 而废皮胜三藏功能 说 成了糖 有个素根 但是没有受到外感和内伤 这些邪气演出的时候 怎么样 它相对处于缓解性 是不是 这就是缓解性 缓解性 把那个外感和内伤的那种 诱颜的去点 诱颜和去点 这就是关于整个疾病的 这种发生发展的一种过程 一种过程 下面讲诊断 就是你讲了那么多 什么 哪种状态 就是笑病 这种笑病的话 终于诊断 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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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主真特点 主真特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伴随的表现 伴随的表现 叫做次正 主要正和表现 叫主正 特征性症状 特征性症状 那么它的主正是什么 谈民 气喘 就这两个 就这两个 你要说清楚呢 这个发作的时候 笑病有声 夫妻困难 甚至呢 张口才先 不能凭我 在这里头 它的特点 你可以详细一点 就是反复发作的病程 这是第一大特点 第二个呢 症状持续时间 可以长 可以短 一般来讲 几分钟到几个小时 一般来讲 很多病人 就是一两下就过去 一两下就过去 几分钟过去了 很多病人都这样 很多病人都这样 再一个呢 它发作 作为一个疾病来讲 一个症状 它总是有个过程 怎么发的 发作过程 怎么持续的 发作之后 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它总是一个前沿后果 发作过程当中的 一个历程 经历 就是我们对于 任何一个疾病 您要了解的 就这三个特点 三个时期 你把三个时期 描述了之后 你的整个疾病的把握 就清楚了 对整个疾病的把握 是清楚的 对他来讲 发作是突然的 缓解之后呢 就平时在讲 就露肠了 就跟平常人一样 看不出什么的 看不出什么 大多数情况是这样 但是病人反复发作 怎么样 他就可能 喉咙当中的话呢 因为这些虚弱 所以喉咙当中 会有一些 轻度的一些笑眠声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病人的话呢 会有一些 那种 那种声音 有一种这种声音 这种声音的话呢 有些时候 你们生活当中 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会注意到 第一个 注意到别人的脸色 第二个的话呢 会注意到 病人的体气 是不是 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呢 你会注意到 病人的某一些特点 这种 我们学医之后 就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 这种轻度哮喘的话呢 这是比较明显的 你们要接触到 接触到病人 他知道 我跟你说的话呢 你都是没有体会的 没有体会 你遇到一次 你就知道了 遇到一次就知道了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些症乱 那就是要见习的 还要见习的 这个病的话呢 严重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大发作 病人可以持续不减 这二十四小时之上 一天到晚 你讲 你一天到晚 就那样子喘得来 是不是很难受了 所以大发作 持续难平 时间比较长 严重的病人怎么样 喘脱 脱 正气外脱 就是因为喘 而正气外脱 正气外脱以后怎么样 那就阴阳理解 生命怎么样 气急就灭了 也就是人就死了 是不是 人就死了 好 他有这么些特点 这么些特点 接着 就是病人的话呢 就是可以看到一些 其他的症状 就是伴随的症状 伴随的症状呢 因为这个病是有预感演出 预感演出的话 它总是有原因 是不是 这种感是什么呀 就是发作之前 有一个东西 把它又发出来 所以病人呢 预感演出 有外感知情表现 那么外感知情表现 比仰喷提克斯凶们 这种症状 就是我们书上 所讲的仙障 是不是 仙障 但是这些症状 你看比仰喷提克斯 这些症状 是不是像我们讲的感冒啊 是不是 我们讲的感冒 感冒热热门啊 邪气清晰 我清晰之后 肺窍不利 是不是 邪气外感的表现 邪气外感 这是肺窍不利 再再 再那个呢 要是再重一点 是不是 胃表不合 胃表不合会怎么样 物寒发热 身体疼痛 头身疼痛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是会有一些 其他的真相 跟你 来 寻找病能的这种 可能的病 可能的病 发作的时候 因为它 呼吸气出困难 怎么样 呼吸非常用力的时候 脸色怎么样 可以是参白的 气不够 另外一个呢 脸色是不是非常红 憋得很红 是不是憋得气 是不是脸色是红的 因为这个病人的 呼吸不利 会怎么样 嘴唇是不是紫干的 唇甲是不是紫干的 这就是发作之中 它的一些特征表现 是不是 它的这种表现的话 除此之外 你还能看到什么呀 呼吸的表现 间隙 是不是 间隙 所以病人的话 那个体位 这都是属于 淡水的症状 淡水的症状 发作之后 病人怎么样 就是缓解期的 是不是 缓解期的话呢 它经过生病之后 我们都讲 经过一场大病 它会怎么样 非常疲倦 对不对 非常疲惫 是不是 所以精神比较差 是不是 精神比较差 生到病之后的话呢 会影响到 其他丈夫的 丈夫的症气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影响到皮 它也是不好 是不是 影响到肾的话呢 怎么样啊 腰细刷软 对不对 好 腰细刷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它就是发作之后 会有一些表现 这种表现 是不是它的 一定要的呀 不是 那么一定要的症状 是什么呀 主症 是不是 间隙是可以看到 也可以不看到 也就是说 您可以关注它 怎么样啊 关注它 你更明显 你要是没关注到 那个症状 有没有什么大的妨碍啊 没有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疾病来讲 哪些是主要的 我们也可关注什么 这个从主症当中 可以提示到 可以提示到 那这个病人的话呢 还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病死特点 以前发过没有啊 因为它病人的话呢 你要诊断的话 有一个反复发作的过程 是不是 好 仿佛发作性的疾病 所以以前有类似的发作 是不是 好 以前有类似的发作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家里头呢 有相类似的病 家里头的人 是不是 你们家里头谁 还有这样的病 是不是 现在的话呢 比较少一点 你要讲的话 兄弟姐妹就没有了 是不是 没有了 只有父母 是不是 只有父母 但是的话呢 那注意一下 有些时候的话呢 跟父母 可能会有点关系 会有点关系 以前的话呢 兄弟姐妹 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是家族当中的 都是家族当中的 诱发因素 跟什么有关系啊 是不是 诱发因素 跟那个病人 是不是有千丝万里的联系啊 对不对 它会引起它发病 所以每次的话 是不是跟这个病因 是不是有相类似的一些因素 所以诱发因素 往往来讲 跟病因是非常类似的 非常类似的 那病因的话呢 寒冷的变化是什么 天气的变化 是不是 所以气候突变 眼识不当 情质失调 还有劳累 这些 它都是可以 是它的诱发因素 诊断 要点的话 主要在第一点 主诊 抓住主诊特点 其他的都是可以分析 有机可循的 是不是 有机可循的 你在去见一个病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排除另外一个病 你该排除另外一个病 这叫什么 鉴别 鉴别是什么 要鉴别另外一个病 喘症 喘症也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 那么这节课我们讲了笑病 下节课的喘症就比较简单 笑病的话呢 它有两大特别 第一个笑 第一个笑是一个响声 第二个是什么 喘 也就是说 它是喘和名 两个加在一起 那么喘的话呢 就没有名 只有一个喘 知道吗 这就是模具 那个是两个 这个呢 只有一个 是不是 合在一块 合不拢 所以就可以把这个喘的话 可以分别开了 那么喘和笑 那么你要说清楚呢 要鉴别的话 一般来说 任何疾病的鉴别 你首先这样考虑 注意哈 我告诉你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 以后答题也是很有帮助的 考虑问题也有帮助的 就是你要鉴别它的话 这两个情况肯定有相类似之处 是不是 那么你就找到它的共性 这就是共同点 那么这两个不同 不同的特点 关键的要素在哪里 这就是区别之处 第三个的话呢 你去看一下 这它会有一些相类似的地方 有没有联系 是不是 所以每一个情况 在讲鉴别的时候 你就考虑这三点 这三点 好 这三点就是 共同的地方是什么 先找到它的共同点 然后共同点 再找到它的不同之处 最后找它的联系 这个病 它的共同之点是什么呢 就是喘 喘 叫喘息 也叫气喘 现在就叫呼吸困难 现在就叫呼吸困难 那么作为中医学呢 喘息 气粗 是不是 间息 喘气 它的说法不一样 但是 词语不一样 它所表达的内行 是不是不一样 一样 所以中医 在使用的这个词语当中 它的多样性 它的多样性 但是它所表达的意思 是同样的 这个就是生动的 你要是一篇文章当中 都讲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 讲个十遍 你们会不会烦 有些时候会 这就是在修辞方面 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他们的联系 笑 必见喘 喘 不见笑 见病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知影 为什么 知影这个病 不在我们这个教材当中 将来将唐眼 讲唐眼 会讲的 会讲的 这个病 尽管要略当中 对于知影来讲 叫科尼 一膝气短不得我 其心如肿 为之之一 也就是说 病人的话呢 有这么一个特点 叫科尼 第二个 一膝 什么叫一膝 靠在这个地方 爱靠在一个地方 是不是 马上说 吸 呼吸 那靠在那个地方 呼吸 怎么样 所以 病人的这种特点 呼吸困难 是不是 呼吸困难 有时候就是说 气粗不能平握 他必须靠在那个地方 不能平握 是不是 爱的那个地方 气短不得我 再一个说明 再一个说明 所以病人的话呢 有个科尼 还有个依稀 所以他特点的话呢 就是说 有相类似的 唐明 气床 这样一个表现 是不是 因为他呼吸 因为他呼吸 比较急促 呼吸 比较急促的话呢 牵得到 他的那种声音 所以你会认为 他是一种笑名声 是不是 会有一种笑名声 但是病人的话呢 这个科尼 一膝 跟他不同的特点 是什么呀 更多的是 一膝 气短不得我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没有告诉您的 是另外一个 叫做病程 这个病程是慢性进展 持续性的 而笑病发作的 反复发作的一个特点 对不对 这个病程的特点 这个病人的特点 在这里的话呢 就已经告诉你 对一个疾病 对他的病程 你要注意 发作的特点 发作的特点 这个病呢 他也有一个情况 是什么呢 叫实情实重 有些是轻 有些是重 但是呢 实情实重 他的那个界限分别 不清晰 不像笑病 笑病怎么样 平时如常的 是不是 你看不出来 对不对 那就好好生生的 一点死都没有 对不对 就好的时候 平常吃喝 如常人 如常人 这一点 对于中医当中的 很多疾病 都有这种特性 都有这种特性 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 你会知道 平常之间 如常人的 这就是鉴别 相关检查 是现代医学的 我就不给你重复 因为你们要学西内科学 虽然说你们现在还没学 是不是 没学 你们总是要学到的 要学到的 你要知道 哪些东西是必须要做的 下面来讲这个病 他的辩证论质 辩证论质 辩证论质 分到这些内容 第一个 辩证的要点 第二个 治疗的原则 第三个 辩证论质 辩证的要点 着重在这几个方面 什么呢 八竿辩证 记住 我们辩证要点 这本书上的辩证要点 他的基本特点 八竿辩证 八竿辩证 那种的话 行热 虚实 表里 艳阳 表里分不分 这是内伤杂病 内科学 内伤杂病为主 表正多不多 所以表里之分 需不需要 不是非常特别 艳阳是总针 对不对 艳阳是总针 很多时候 我们都淡化他 那么四十章 要分别的是什么 寒热 虚实 这四个方面 所以在这里头的话呢 我们记住 哪些疾病 除了寒热 虚实之外 它的一些变化是什么 一些特点 你看这个病的话呢 首先变变 虚实 首先变变虚实 虚实的话呢 是什么 发作的时候 以邪实为主 是不是实证 好 平常之间的话呢 是什么 正虚为主 是不是虚正 对吧 所以 主变发作的时候 虚实夹杂 怎么样 正气损伤 邪气流而不去 是不是虚实夹杂 非常明显 这是它的特点 好 这是它的特点 发作的时刻 邪实为主 刚才已经讲了 发作期 是不是 寒热 寒暴热 风堂 是不是 好 风堂 还有呢 因为正气损伤 邪气 怎么样 发作 叫虚效 叫虚效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知道 辨证的要点 首先第一个 分虚实 第二个 分清楚 寒热 分清楚寒热 寒热 寒热虚实 八肝 辨证 两个特点 这里头的话呢 也是 源于 中医的几个 价值 怎么样啊 用寒 远寒 是不是 用热 远热 这是不是一个 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是什么 无法 虚虚 实实之间 是不是 这是中医的几个 啊 戒律 几个戒律 寒热的分别 是什么样呢 那么 在这里头 就告诉你 对于笑病来讲 它的寒热分别 在于 弹色 发病 又一 伴随症状 这是一个方面 不 对于寒症来讲呢 糖 它的颜色 是白而细胞 啊 发病又一 跟糖 受寒有关系 半生症状 被 入寒 颅掌大 可不可 便不干 或者是 糖薄 这都是寒症 是不是 这都是寒症 啊 热的话呢 糖的颜色是黄的 对不对 糖的颜色是黄的 那 病人的话呢 跟什么有关系呢 是 寒邪 路里化热 或者是 感受什么 是 风热之邪 是热邪 或者是 鼠热之邪 对吧 它的表现 是一态热症 伴随正常是热症 热的话呢 怎么样啊 热老心烦 所以烦门不安 还有呢 热山 金叶 可可吸引人 便 结 或者便 臂 而沾 这就是热症 这就是热症 寒热 它的特性 寒热特性 不仅仅是从 症状上去描述 是不是 症状上描述 你要从整个一个 症和特点 综合分析 啊 综合分析 治疗 他即人说 是本须标识之证 发的时候 是以标识为主 黄解期 以本须为主 所以病人的特点 治疗原则 发式指标 平时之本 发式指标 平时之本 这就是跟书本上 朱当熙的这个说法 和 简约强书 他的进一笔描述 这个呢 自己去看 啊 他的原则 啊 他的原则 那指标 就是 公协力气 公协力气 要根据他的特点 寒热 该怎么样 文化 热糖呢 清化 风糖该怎么样 好 所以 在这里头 您就要根据 寒热的 这种变化 以及 风糖的这种特点 来使用 具体的治法 前面是原则 下面的话呢 是什么 具体的治疗法 啊 治疗方式 治疗方法 啊 具体的治疗方法 治标 就是这样的 先说清楚 他的原则 空邪力气 邪气 他有寒 有热 有寒热 加脏 还有风邪 这些邪气 具体的不同 那么他这个 具体的治法 就根据这个 来执行 治本 就是夫政固本 夫政固本 夫政固本 在两大方面 废皮两须 是不是 废肾两须 是不是 废皮两须 最多的是什么 废皮 是以气须为主 属羊 要多一些 废肾的话呢 归属于婴 要多一些 是不是 所以废肾应须要多一些 当然 影响到圣 会怎么样 他里头有原音和原阳 是不是 原音和原阳 两部分 那么 如果说正须邪实 该怎么样 是不是该公不兼施 这是原则 这是原则 原则的话 非常好确定 但是具体实施的话 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的难处 好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在 深圳论治当中 来仔细 来仔细 进一步描述 仔细 进一步描述 那么 深圳论治的话呢 它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 发作期 第二个 缓解期 好 发作期 是 复唐 预感演出 那 复唐预感演出的特点 就是以唐为主线 是不是 预感 这个感是什么 外来邪气 外来邪气 那 您从 六言之邪当中去 它是不是分这么几大特点 一个风 风的话呢 它可以加寒 加热 这叫寒热 两个极限 是不是 寒热 两个极限 但是呢 有第三个特点 是湿血 是不是 湿血 也是另外一个极限 但是湿血的特点呢 跟它怎么样 刚好活在一块 是不是 所以 这个病的话呢 你要注意的 就是寒和热 寒和热 这是两个极限 按道理来讲呢 风学不能读上来 但是你里头有一个邪气 风血还是会影响 因此的话呢 这个预感演出 您就根据六言之邪的这种特性 来进行分类 您就能知道 我们书本上分几种阵型 发作期 几种特性 缓解期 在于肺皮圣三藏 是不是 肺皮圣三藏 肺皮圣三藏 在这里头 他们之间的关系 精髓相生 另外一个呢 是什么呢 土药身 就是土药身经 精髓相生 是不是 土药身经的话 这里头影响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肺皮和肺肾 这两个的关系 是不是 好 因为病位 首先在肺 涉及到肺和肾 因此来讲呢 它的缓解期的主要的正和特点 有两大阵性 一个是肺皮两序 一个呢 肺肾两序 是不是 好 这就是整个一个书本上的几个 这大致描述就在这里头 好 下期课呢 我们讲真正问质 仔细来讲 好不好 好 下课 嗯 我 就是